书阶上毁,继先秦两汉之后,中国历史走进了华丽的黑暗时代,也就是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美朝时期,也被称作魏晋六朝。 魏晋南美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变创高峰,是副、小说等题材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,并奠定了他们此后的发展方向。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,魏晋南美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,除了有地狱的融合、官民的互通,还有四道儒、杂柔等多方面的因素,这些因素在视频最后会有更进一步的阐述。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美朝时期,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水朝统一,这一大段繁乱复杂的历史阶段。 稍微展开点说就是,从汉摩大乱到三国鼎立,再到朝家费汉立位,而后由西晋实现了短暂的统一,接着又是连年混战和南美大分裂,直到水重新统一。 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长期分裂的状态,朝代更迭频繁,社会动乱不断,整个魏晋南美朝,除了东晋和北魏存在的时间超过一百年外,其余王朝的寿命都不长。 在不断发生的社会动乱中,不仅普通民众蒙受了巨大灾难,甚至许多达官显贵,才子闻人,也难免杀身之祸。 这其中就包括后面将要说到的一些诗坛民述。 与社会的动荡和冲突相伴相生的,就是不同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融合。 因此作为思想与文化的载体,文学也在一个求新求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。 魏晋南美朝时期是明世辈出的年代,虽然总体上不如唐宋明家那样光彩夺目,但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,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,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奠基的作用。 至于大段历史时期,一代代文人名士在诗歌的创作中,巧构形似,炼字卓句,磨三饭水,对偶声色,经三四百年不懈的努力,终将图石打磨成光彩意义的格律师。 不用想也能知道,这个过程一定充满了艰辛和挑战,探索与迷茫。 那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呢? 诶,这就是这期视频要说的主要内容。 承接上一期视频,这期也只关注与格律师形成过程相关的内容,所以对魏晋南美朝文学史的表述,同样只剥离出与格律师发展脉络相关的部分。 我先调分履息的主点讲解,最后窜起来归纳总结。 相信这个视频看到最后,再结合上一期视频,你一定会对格律师形成的路线图了然于胸。 话不多说,现在开始。 魏晋南美朝的诗歌发展还是要从建安时期说起。 建安时期,三朝妻子病逝而出,为中国诗歌打下一个新的局面,并确立了建安风谷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。 这里重点说一下三朝。 曹操的诗风骨质悲凉,慷慨沈雄。 我想在中学时,学过他的观昌海的同学,一定都深有体会。 他横朔副诗的形象,想必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。 说完老朝,说小朝。 曹操的文风,平均,婉约,内涵丰富。 不管是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,还是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贡献,同时代无人能处置用。 然而这样的评价,中荣却表示不服。 他在诗品中直言,曹操的诗帅姐笔直如偶语,然后在诗品中把曹操的诗排在中品。 虽然比特帝曹操的下品强些,但不如其地,被列为上品的曹操的诗作。 曹操想必大家一定都很熟悉,那个快着人口的七步诗,至今人们还津津乐道。 曹操文采,古气兼备,也因此才有才高八斗的典故。 其实曹操与曹操这兄弟俩,在文学上是各有所长,但后世多包养曹操而贬低曹操。 刘邪在《文心雕龙》中给出的解释是,文帝以魏尊剪裁,司王以士炯溢驾,简而言之就是同情弱者。 曹操父子的诗歌创作,完成了岳府民歌向文人图诗的转变,为五颜诗和七颜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 但比起五颜诗的成熟与繁荣,七颜诗当时并不被魏尽所重视,因此七颜诗的诗人和诗作更显寂了。 至于原因,这里可以引述两段评论。 一个是西晋傅玄在《你是仇诗小序》中说的,他认为七颜诗提晓而俗。 另一个是西晋至于在《文章留别论》中说的,他认为七颜诗谁被曲折之体,而非因之正也。 上期视频提到,公认第一首文人创作的《完整七颜诗》是潮批的两首《燕歌行》,而七颜诗真正有所突破,还要等到南朝宋的文学家《暴照》登上诗坛。 他的《你行录男》十八首为七颜诗开创了新局面,这个在后面介绍《暴照》时再多说几句。 现于篇幅,建安妻子本来打算忽略不计,但想想还是差句题外话吧。 建安二十二年冬,中华大帝发生了一场大瘟疫,除了孔荣之前因得罪曹操被猝死,王燦、阮宇也早死之外,建安妻子中剩下的陈、徐、英、刘四人,竟全死于这次传染病。 朝职的《说义》其中,是这样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,历弃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世事有豪气之哀,或和门而异,或富足而丧。 按当时东汉名医张仲景与《桑寒杂兵论》中的记载,这就是建安年间的新冠疫情。 危疫发生后,魏王曹操亲自部署,亲自指挥,下令对于七十岁以上没有小孩的寡妇,十二岁以下无兄弟的孤儿,以及没有家庭和产业依靠的残障人士,国家将终身提供其粮食。 别的不说,至少这件事上,曹操还是能体察民间忌苦。 继三朝妻子之后,竹林七贤接过夜霞风流的接力棒,继续在诗词的道路上开拓进去。 我想竹林七贤的这个名词,大家应该不会陌生,因为我记得这是初中历史课的一个考点。 有关竹林七贤的故事很多,这里只重点说一下阮吉。 随着腹的影响日衰,阮吉便转腹为诗,他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颜诗的文人。 他的永淮八十二首把八十二首五颜诗连在一起,编成一部庞大的主诗,这部诗集被视为正史之音的代表。 为五颜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,对后史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 魏晋之际,玄学十分盛行。 这种玄学之风,不仅呈一度支配了当时的思想领域,而且还支配了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态度,渐渐形成一种虚无放弹的社会风气。 进而这种玄风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,比如阮吉早年宠上儒家思想,后来发生魏晋时代的政治动乱,他因此对现实感到失望,对生命深感无常。 于是采取了灭气礼法名教的奋机态度,转到以隐世为止去的道家思想上来。 作为建安妻子之一阮宇的儿子,可谓文二代的阮记后来自认是天地器材,从而整个人变得沉痛而放纵。 他的《勇怀八十二手》正是书写他在黑暗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感慨,抒发他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痛苦与愤懑之情。 他车穷所济,痛苦而返的故事,想必大家一定都听过。 正因为魏晋这种玄风的引入,使得诗歌演化出了不同的流派,比如玄岩诗、游仙诗、三水诗。 当然,这些流派都是后人结构的,当时的人并没有这些概念。 竹林七贤之后,主团亮相诗坛最著名的文人集团,英属泰康巴斯人了,以姓史为纪,可简称为三章、二路、两攀、一组。 泰康诗风比较重视艺术形式,讲求迟早华美和对章工整的写作风格,尤其对五颜式的雕琢,就像打扮新娘子一样,从头到脚进行装点装饰,但是过于追求形式的完美,势必会拖累情感的兴发。 所以刘邪在《文心雕龙》中对泰康师奉的评价是,采入于正史,令柔于建安,或新闻以为妙,或流迷以自言。 这里简要说两个人,攀岳和陆基,宗容思品中对他俩的评价是,陆柴如海,攀柴如江,攀岳自安人,后人多称攀安。 也就是星爷在唐伯乎点究箱中提到的那个攀安,是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之一。 他帅到什么程度呢?按事说心语说载,攀岳每次外出,都会有不少女子手牵手围着他的车子,还会向他的车里投掷水果,因此也有了治国迎车这个成语。 如果对照现在的说法,这就是最早的粉丝打赏,这样的事情被泰康巴斯人中言之欠费的佐斯指导后,也想凭借才华圈圈粉,于是有样学样,特意稀疏打扮,驾车上街出游。 结果水果没收到不说,还险些被接上一帮牢狱的兔沫淹死,无奈只能伪顿而返。 然而佐斯还不是最惨的,最惨不忍睹的是巴士人中的张仔,用来形容他容貌的一个词叫帽琴,什么意思呢? 就是这个人容貌丑到只能在家睡觉,那如果他非要上街会怎么样呢? 哎,还不如佐斯,他连老玉还看不到,就被一帮熊孩子撇石头给打回去了。 同样是泰康巴士人,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? 人家攀岳一出门是智国迎车,而张仔一出门,则是头石满窄。 上哪说理,你说? 攀岳除了美貌有多情,他的作品情感细腻,多愁散感,几篇小富也可圈可点。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道王师,可以说是字字含情的经典之作,所以他也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道王师的开山鼻祖。 虽然攀岳才貌双全,但这个人的人品有瑕疵, 这部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 说完了攀岳,再来说说陆基,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,感悟失学的典籍人。 如果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不太了解的人,可能对陆基比较陌生,但如果提他的爷爷,我想你一定一下子就知道, 他的爷爷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陆逊,他的武将技能是谦逊和连赢。 陆基作文音韵写美,讲求队偶,用点很多,开创了篇文的先河。 据日本汉学家高穆正一统计,陆基的排偶对聚在他的诗中占比高达35.6%,但缺汉时加剧甚少。 至于原因,等后面提到诗谈巨播谢灵韵时再说,除了排偶对聚,陆基还重视声率的变化, 并在五颜诗创作中呈现出了一定格律化的倾向,陆基在文副中提出了对文学创作中音律的看法, 即因生至迭代,若武色至香圈。 虽然陆基提出了对音律的一些创建,但也有其局限性,这个局限性体现在其专制词妇而言。 诗歌并不包含在内,不过当时这个不太成熟的概念, 还是深刻的影响了南北朝诗歌声率的发展。 诗歌继续前进,下一站就来到了东晋。 这段时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,诗歌发展出了不同的流派, 自魏正史年间玄丰发端以来,到东晋已是玄丰独阵, 因此也孕育出了玄岩石。 其实玄岩石这个概念并不是当时就有的, 而是得名于民国文人朱自清。 这里的玄并不是特子道教思想, 而是一种以阐述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。 其代表人物有孙措许寻,并称孙许。 其特点是玄理入诗,严重脱离社会生活。 中荣《思品序》中给玄岩石的评价是, 理过其词,淡乎寡味。 继玄岩石之后,又韵化出游仙石。 游仙石体的鼻祖公认是郭璞, 同时他也是游仙石的顶峰。 说白了就是能掐会算,还懂点法术, 有些道行,因此也被认为是中国风水学的祖师爷。 其实玄岩石和游仙石是一脉相承的, 所谓游仙石就是以遨游仙境为主题的诗歌。 如果广义地看,其实处词中也有一些游仙类型的诗歌形式, 再往下发展,在游仙石去掉仙以后, 就变成了三水师, 以及与三水师孪生的田园诗, 正所谓装老告退,三水放姿。 这时就不得不说两位在古体诗坛上亮瞎眼级的人物, 一个是谢灵运,一个是陶渊明。 先说谢灵运,他是山水师的鼻祖, 出身于六朝明门望族陈骏谢氏。 中唐诗人刘雨昕的名句, 旧是王谢唐乾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, 指的是狼牙王室,也就是王羲之的家族, 而其中的谢指的就是谢灵运的家族。 如果戏论起来,谢灵运的姑奶奶还是王羲之的儿媳妇。 至于谢灵运应该叫王羲之叫什么, 这还真给我整不会了,没论过这么大的倍儿, 有哪位知道这个称呼该怎么叫的, 不妨在留言区告诉我。 这里不对谢氏家族以及谢灵运本人做过多的介绍,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查阅, 下面只说与诗歌有关的部分。 谢灵运除了是山水师的鼻祖和大家外, 还对诗歌的排偶、对账和声率有着十分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。 在古体诗向格律诗转变的过程中, 起到了十分非常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 谢灵运的时代虽然汉妇已经逐渐示威, 但诗和妇还是有着明显的分野。 谢灵运正是大大缩小了诗和妇之间的差距, 把妇的巧够形式引入诗中, 同时转引妇的排偶和对账入诗。 前面提到陆基的诗歌中, 排偶对聚的占比高达35.6%, 但谢灵运更是将这一比例直接拉高到60%。 此处可以回答之前讲到陆基时提出的那个问题, 虽然陆基的排偶占比已经是前无古人, 但加剧甚少, 而后有来者的谢灵运不但占偶排比比陆基高, 并且加剧甚多。 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, 陆基的对聚都用正对, 而谢灵运更多用反对。 这么说可能没有什么感觉, 我举个例子就很好理解了, 比如陆基用寒冰对冷水, 而谢灵运则用寒冰对烈火, 这样一笔就知道, 谢灵运的反比的反差更显张力。 相比于排偶, 谢灵运对声率的贡献更大, 除了诗人的身份, 谢灵运还是尽送资计重要的佛学家, 这可不仅仅说他创作了很多具有佛禅意运的师父文章, 他对于佛学的发展有着实质理论性的贡献, 比如他写的变中论是倡导和发挥顿悟成佛理论, 并影响后世的关键性佛学论著, 对于唐宋禅学和宋明理学都有着很深的影响。 这里多说一句, 自儒学开创以来, 其实中国古代文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儒家底色, 在这之上再获有佛道杂柔, 谢灵运便是这样的一个代表, 接下来要说的陶遍明也是一个, 而在古代诗人当中, 将如是道融会贯通于一家最好的首推王为。 谢灵运的年代, 佛经的传译活动甚宽空前, 有专门的议场来组织高僧和学者翻译佛经, 谢灵运就曾参加过大方广佛华严经, 南本大班涅槃经的润改注释, 不过这些都不是这个视频要说的重点, 这里要重点说他在生律方面的贡献, 那就是他编修的凡字注音字典, 十四音训续, 众所周知, 佛经原来都是凡文的, 中间有很多念诵的颂赞, 比如这句, 把这些凡文颂赞音译成中文, 就需要推究如何准确的发音, 这个有点像我初学英文时, 用汉字标注英文的发音, 谢灵运用反切法标记凡文十四音, 作为大众学习凡文的入门参考, 高僧传卷七惠瑞传记载, 陈俊谢灵运笃号佛里, 书俗之音多所答解, 乃之瑞以经中诸字并众音意志, 于是注十四音训续, 条列凡汉, 昭然可了, 使文字有巨焰, 十四音训续这本书, 不但是学习凡文的入门参考书, 同时也为规范汉字注英摸到了门路, 谢灵运赠以开创性贡献, 直接启发了后面会提到的, 审阅谢跳等人, 更进一步确定声率规范, 以及声率在诗歌中的使用规则, 说完谢灵运就该说说陶渊明了, 他应该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体式诗人, 我相信现在看视频的你, 一定能背诵他的这首《饮酒》, 也一定会对他的《桃花源记》有印象, 因为当年上学的时候, 这些诗文一定是要求全文背诵的, 虽然三水诗和田园诗本是诗出同门, 但后人还是更愿意把陶渊明称为田园诗的开创者, 似乎这还不足以彰显陶渊明的文学地位, 后人就再服役他两项桂冠, 演绎诗人之中和第一个大量写饮酒的诗人, 甚至有人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, 可与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书士比肩的伟大诗人, 也许是陶渊明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, 以致他解映词观,归隐田园, 也许是他的儒家底色在杂柔佛道思想, 使他有了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辨, 他的诗读起来, 自然真帅, 淳朴悠然, 但也不失意境高远, 又富含理趣, 他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田地, 对后世诗人有着深远的影响, 我手头有一本老破晓的古诗三百首, 其中收录了从远古各遥至水草的名家名篇, 通读这些诗文, 我个人的感受还是陶渊明的诗读起来最有内味, 另一个体会就是, 与诗经和楚词相比, 汉以后的诗文理解起来更容易, 绝大部分字词不用看诸事, 基本也能明白什么意思, 差不多与谢灵运和陶渊明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另一个诗坛大咖, 也不能不提, 那就是诗称暴参君的暴照, 他与谢灵运言言之同创原家体, 合称原家三大家, 同时也与后面要提到的北周语信并称暴语, 在文学形式方面, 暴照兼长重体, 诗、妇、散文皆有明天传世, 这里重点说一下和格律师相关的成就, 他的五言诗词彩华帽, 队偶工整, 圆文流利, 一阳顿戳, 并且思想深刻, 感情饱满, 建安风骨油纯, 其中的五言古诀, 更是在巨市押韵上开唐人绝聚之先河, 他的七言诗在诗史上占有更为显要的地位, 也有人尊他为七言诗开三之主, 前面说建安三朝七子的时候, 提到过他的你行路男十八首, 他开创了七言体用运的自然方式, 具体说就是格聚押韵, 可以变运, 其实他在七言诗方面的成就还不止这些,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七言诗的人, 他还突破早期七言单聚成行的固有观念, 解决了双聚成行的结构和连续问题, 在岳府创作方面, 暴躁可以说是当时集古今大成的诗人, 在总结前人经见的基础上, 他对岳府的音调、句法多有发展, 总之,暴躁可以说是个全才, 在游仙、山水、正别、 永始、尼谷、字迷、连句等方面, 均有佳作流逝, 而且开诗文界众多法门, 有力地助推了中国古典诗歌继续向前发展。 说完暴躁, 下一站就来到格律师形成最关键的一个节点, 那就是永明体, 所谓永明体, 就是南朝其五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, 当时的音韵学家周庸, 发现并创立以平嗓去入致运的四声说, 然后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迭运, 来研究诗的声运调的配合, 并提出了八病之说, 这些理论研究都记录在沈约所撰写的四声谱中, 永明体强调声运格律, 要求严格符合四声八病的规范,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谢跳、 沈约、阴坑等人, 这些诗谈响当当的刚顶巨匠,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不太熟悉,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诗很少出现在我们上学时的语文课本中, 如果再追问申义诚, 那可能就是刘采千年的诗谈上, 比他们更闪耀的诗人实在太多了, 这里简要介绍两位代表人物, 谢跳和沈约, 首先他们都是出自世家大主, 其中谢跳出自陈俊谢氏, 这个陈俊谢氏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, 对,谢跳和谢灵运同出异主, 论起来谢跳还应该叫谢灵运一声大爷, 因此后人也将两人称为大谢小谢, 或者合称二谢, 谢跳在世时已被誉为当时最出色的诗人, 金纯诗两百余首, 长余五颜诗, 主要成就在于三水诗的创作, 对谢灵运以来的三水诗做了新的开拓和发展, 诗风清新秀丽, 圆美流转, 凭着协调, 对偶工整, 对唐代律师绝聚的形成有重要影响, 唐代诗人李白最敬仰和赞赏谢跳, 作品也深受其影响, 时不时还会在诗中直接致敬谢跳, 比如这句, 蓬莱文章建安谷, 中间小谢又轻发, 说完谢跳, 再来说沈曰, 沈曰出至吴兴沈氏, 主上是南朝梁开国功臣, 妈妈来自陈俊谢氏, 你看, 老沈姐和老谢姐还是实在亲戚, 沈曰作为南朝文坛领袖, 学问渊博, 精通音律, 其诗中常常巧妙地运用各种典故, 并将其呈现为工整的队友, 中荣评其诗, 不贤于经伦, 而长于清愿, 他对诗坛最大的贡献, 就是与谢跳, 周勇等创立的四生八病之说, 为中国古体诗向格律师的发展,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 并且指明了方向, 后世诗人以此为指导纲领, 才使中国古典诗歌步入了格律师的新时代, 在奇良生律论产生之前, 师父创作并非不讲生韵, 但之前讲的都是自然生韵, 而且多于音韵有关, 四生得以在这个世纪被发现, 原因是多方面的, 比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, 以及师父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, 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刚才讲西灵韵时提到的, 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, 谢跳诚说, 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, 语言的清新流畅配合生韵的铿腔婉转, 是一首好诗十分重要的因素, 中国古典诗歌经一代代诗人不断地探索, 至有名体形成之时, 在诗的格律生韵, 对账牌偶, 浅词造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, 都较古体式更为功巧华美, 严整精炼, 比如用韵已经相当考究, 其主要表现为压平生韵者居多, 这已经非常接近唐人, 再比如诗的篇幅也大大缩短, 句是见趋于定型, 以五颜四句, 五颜八句为主, 甚至在八句里面还规定了情景结构的安顿, 对账和非对账的分布, 换句话说, 这就是格律体格的前身, 而这个新的情景结构的奠定者正是卸跳, 在有名体以前, 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, 每篇句数不拘, 有四颜五颜六颜七颜杂颜诛体, 不求对账凭测, 用韵也比较自由, 唐代以后形成了绿诗和绝句, 句数、字数、对账、评测和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, 相对于古体诗而言, 唐以后的诗称为金体诗, 而金体诗的雏形就是有名体, 有名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, 从原始自然艺术的古体诗, 开始走向人文艺术的金体诗, 其实在有名体之后, 格律师正式登上文学舞台之前, 还有一个重要的中间状态, 那就是介于有名体和格律师之间的宫体诗, 宫体诗是指, 以南朝梁、 简文帝、 萧刚为太子诗的东宫, 以及陈后主, 甚至延伸到水阳帝、 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诗歌, 宫体的意思是指一种描写宫廷生活的诗体, 又指在宫廷所形成的一种诗风, 其内容多是宫廷生活, 女体以及男女私情, 形式上追求雌爪、 米粒、妙慢, 宫体诗主要有三个源流, 第一个是奇梁永悟诗, 它是六朝文学尤雅相熟驱世下的新产物, 有玄岩诗、 游仙诗去神圣化到三水诗, 再由三水诗扩展到永悟诗, 一脉相承, 宫体诗的第二个源流是佛教燕歌, 对, 你没听错, 就是佛教燕歌,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中国, 至南朝兴盛一时, 那句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, 就是当年盛况的最好注释, 佛教主张缘起信空, 由色入空, 教人看透世间万象, 放下一切, 立地成佛, 于是佛经对世间百态的描绘中, 不必淫晦, 对女子色欲的描绘便是其中之一, 清新佛教的梁武帝, 精心研究佛教理论, 还曾几次出家入寺做和尚, 上有好者下必慎言, 皇帝都这样, 那下面呢达宽显贵文人雅士, 势必争相效仿, 屈之若鹜, 因此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的最盛期, 梁武帝之后, 梁简文帝和梁元帝也都奉佛, 因此也有一说, 宫体诗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用来供佛的, 除了齐梁永悟诗和佛教燕歌, 宫体诗的第三个来源, 则是南朝明歌, 或称吴歌西曲, 南朝明歌是继周朝明歌和汉乐府之后, 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, 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, 主要的特点是妖而福, 好听的说是艳丽柔弱, 安怨残眠, 不客气的说就是出属笔漏, 充满色情, 这可能也正暗和佛教燕歌, 不必吟邪的主张, 所以经销梁皇族的提携, 吴歌西曲由此登堂入室, 成为贵族宫廷新的审美追求, 这个如果对照现实, 有点像现今的东北二人传, 发端于东北黑土地的二人传, 最初也只是在东三省民间流行, 表演过程中除了有东北人特有的幽默外, 还充斥着低级庸俗恶色情的内容, 上世纪90年代, 我曾在本溪火车站晚间的广场上, 看过一男一女两个二人传演员的表演, 除了二人传特有的腔调和插颗打魂外, 他俩那些脱裤子摸当的桥段, 总能引起围观人群的振振喝彩, 后来经赵本山对二人传的绿化, 如今二人传的表演形式, 频频登上春晚的舞台, 就像有人始终对二人传有负面看法一样, 对宫体诗的诟病从来也没有断绝过, 致使这一诗歌流派曾一度声名狼藉, 尤其是一些受五四史冠影响的人, 对于南朝宫体诗更是嗤之以鼻, 不是指责歧视诗歌中的招魄, 就是直接嗤之为色情文学, 不过近些年, 一些对宫体诗的积极正面的评价也逐渐多了起来, 宫体诗的代表作家除萧刚萧毅兄弟外, 还有比如徐痴, 徐灵父子和宇坚吾宇信父子, 所以宫体之外, 还有徐宇体之称, 这里说一句宇信吧, 他出身于一个七世举秀才, 五代有文集的家族, 是称宇开府, 他家的主上这里不细说, 说他家的一个后辈吧, 那就是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的, 经常在各种歌手选秀节目中, 担任导师的台湾歌手宇成信, 这里纠正一个字的发音, 就是这个宇字, 他是第三声, 不是第二声, 不知道为什么连宇成庆本人, 也把自己的姓读成第二声, 宇成庆, 宇信兼善重体, 在师父文等方面都取得相当高的成就, 是南美朝文学的极大成者, 而他更被世人所称道的是师父合流的开创者, 他将至汉以来的散文父变为平文父, 使父更具有形式美, 同时又将父的队偶收缩到师里面, 更进一步缩小师父的差距, 明代才子杨慎在其僧安师话中, 凭语信为梁之冠绝, 唐之先边, 据统计公体师完全符合格律规则的, 就已经有百分之四十, 就其文学渊源而言, 公体师是沿着有名体讲究生律对偶的方向, 更进一步向格律师演化, 说完了公体师, 终于可以将魏晋南美朝, 或者说魏晋六朝做一个小结了, 魏晋南美朝的历史对于大部分国人来说, 就是一团江湖, 不像宋元明清这些朝代一堆一块整整齐齐, 通常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思想文化高峰, 一个是先秦, 一个是民国, 如果可以再加一个, 那一定非魏晋南北朝莫属, 这三个时期其实有一个共同点, 那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兵粮祸节, 中央政权远若无力且更迭频繁, 但整个民主的生命力极其旺盛, 思想文化左冲右突, 文明进展步伐迅速, 之所以会有这种局面, 其实道理也很明显, 那就是允许思想自由空间的存在, 于是社会思潮上就会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, 名家辈出, 那说回到魏晋南美朝诗歌与格律师的关系, 老规矩, 还是按照格律师的几要素来总结, 先看字句数, 再看押韵和评测, 最后看队友, 先说字句数, 因为这时期的五言七言诗中, 每句的字数基本上都是固定的, 所以这时其实不必考虑诗句的字数, 而只需关注诗的句数, 自魏三朝七子开始, 到宫体诗的形成, 五言七言诗的句数有什么样的变化呢? 这个变化其实用一句话就说完了, 那就是从八句外向八句内收说, 比如作为宫体诗原流之意的南朝明歌, 也称吴歌西曲, 古诀小诗就是它的一大特点, 这里所谓的古诀小诗指的就是五言四句, 而这已经就是格律诗中五言绝句的字句体格了, 说完字句数, 再来看押韵和评测, 从之前的讲述中也能看出, 押韵一直都是诗歌中的主旋律, 只不过在有名体形成以前, 所谓的押韵押的都是汉字的自然声韵, 并没有形成一套清晰明了, 切实可行的理论体系, 而在有名体的形成过程中, 周勇、沈约等人将四生八病的规范运用于诗歌创作, 勿求做到一简之内因运禁书, 两句之中轻重西义, 从此, 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, 有了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, 诗歌创作中的押韵和评折, 总算是有法可疑了, 可以说有名体在声律上的贡献, 为格律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, 最后说队偶, 其实队偶的现象古以有之, 上一期视频中已经提到, 在汉父中就已经出现了, 然而对于汉父汉师来说, 队偶现象整体看还可以, 但不可寻知斋业, 变化是从未尽开始的, 从近爱时期的奇岩偏偶化, 到善于雕娟磕漏之功的西晋陆基, 将排偶对局推向一个新高度, 再到现领运, 更进一步拉高了排偶在诗中的占比, 争强了队偶的反差, 而再之后的卸跳, 在前人的基础上, 在八句里面安顿秦和景的结构, 规范对账和非对账句的分布, 这在声律和队偶体格范式的基础上, 几乎就确立了律师的格式框架, 随着魏晋南美朝引入历史, 承接快散的水朝的是大唐盛世, 从诗经到宫体诗, 中国诗歌已经走过了千年的发展历程, 到唐朝建立, 格律师可以说是行臣兼备, 呼之欲出, 留给大唐文人骚客的, 只是那临门一脚。 唐初年, 经一众诗人在南朝永明生律和四生八病的基础上, 对其中的一些弊端修修补补, 提出了更为简洁的粘对律, 并由此演化出平浙律, 最终确立了名正严顺的格律师, 这其中就包括唐初四节, 王博, 洛宾王, 杨炯, 卢兆林, 还有宋志问, 沈全七等人, 正如宋齐在新唐书中所说, 唐兴, 诗人呈沉随风流, 伏米相金, 至宋志问, 沈全七等, 炎阳声音, 伏切不差, 耳号律师。 到此, 格律师就算走完了整个浮华过程, 最终破茧成蝶, 此后在延续千年的诗歌舞台上, 千万诗人举杯妖月, 清涂秀口, 玄技万千朵辉煌绚烂的格律师文, 便滋滋怒放, 朔药古今。 到这里, 综合两期视频, 就算把格律师的形成过程大体捋了一遍, 如果此时再回顾一下, 跳出格律师自身的演化历程, 从更高层面来纵观整个格律师的发展轨迹, 我们还可以看到, 格律师在多个维度上, 不断融合交互的过程, 首先就是地域上的南北融合, 第一次无疑是诗经和楚词所分别代表的南北地域文化的融合, 这次融合的结晶就是多彩的汉代文化, 而第二次南北地域文化的大融合, 则发生在近一关难度时期, 彼时五湖乱华, 北人南下, 同时也把北方文化带入南方, 由于统治阶级南迁, 所以那时男人写诗也要用北音, 另外, 产生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吴歌, 亦产生于长江下游地区的西曲, 彼此借鉴融合后, 共同成为宫体诗的源流之一, 同时由南入北的诗人宇信, 又促成了南北朝南北文风的融合, 可以说凭义人之力, 穷南北之盛, 率唐之先鞭, 除了南北地域文化上的融合外, 还有社会上下阶层间的交流融合, 诗经中的作品, 就是民间与上层阶级之间的一种交互融合, 后来汉岳府也是差不多的情况, 其中一部分作品也是采集于民间, 另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宫体诗, 南朝民歌仅销梁王室的提携登堂入室, 成为宫体诗, 说完了社会阶层间的融合, 再来说说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交互融合, 中国古代的闻人史大夫, 全部有着儒家思想的DNA, 随着汉出佛教的引入, 又有了儒是道渣柔的局面, 可以说格律师始终是在儒是道的加持下, 不断幻化演变的, 除了地域、阶层和思想层面的融合外, 还能看到师父之间的交互融合, 从两汉大富开始到魏晋小富, 再到宋齐便富, 最后是梁师父和流, 而师父和流的下一站就是格律师, 除了刚才说的那四个维度融合, 最后我们还能看到师与乐的交互融合, 师从一开始就是伴有配乐的, 与师经的和乐歌唱不同, 楚词则基本属于不歌耳诵, 到了汉代, 汉父还保持着楚词不歌耳诵的传统, 而汉乐府则继承诗经的和乐歌唱, 等到了魏晋南北朝, 不管是汉父还是汉乐府, 都在往图师的方向靠近, 致其良有名体, 图师基本全面取代乐府, 图师无配乐, 有词无调, 为了体现吟诵之美, 就需要用声韵来韵律图师, 需要用四声凭着来体现图师的律动和乐感, 有一种说法, 一切艺术都倾向于音乐, 但画家吴冠中在生前一次采访中说, 他觉得一切艺术更倾向于诗, 音乐也还在诗的殿堂里面, 或许格律师正是吴冠中这句话的一个最好注解, 以上就是我能想到的, 格律师在五个维度上的交互融合, 如果你还有不同的观察角度,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补充, 好了, 两期视频说到这里, 终于可以给格律师的形成过程收个口了, 两期视频的主要内容, 是沿着格律师的几个要素, 先追根溯源, 再顺流而下, 大体上算是摸清了格律师内在的流边过程, 最后一小段跳出细节看整体, 在更大尺度上, 看到格律师在不同维度上交互融合的演化过程, 这里之所以用演化一词, 相信你已经get到了, 正是借用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观来表述文学的演化观, 有一种文学史观认为, 文学是现行进化的, 后出转经, 然而我觉得, 用乌镜天哲, 适者生存的说法来表述文学的演化, 应该也说得通, 你觉得呢? 视频到这里就算结束了, 说完了格律师是怎么来的, 那最后怎么演的来一首格律师, 压个咒, 为了能更好地贴合这两期视频的内容, 就来一首诗圣杜甫怀念诗仙李白的诗, 春日亦李白吧, 白野诗无敌, 飘然诗不群, 清心语开辅, 俊义报参军, 魏北春天树, 江东日暮云, 何时亦遵久, 重语细论文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